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使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好了没 好了好了 OK 来了 娱乐 生活 流行 Michael 讲同情 I'm here Amy 李明依 I'm ready 打开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了 现在下午4点10分了 在我们节目的现场是凤凰旅游 然后他特别是大陆线的专家 真的是专家来的 林光耀副总 林副总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那副总你要来跟大家推荐 因为我在之前也讲了 事实上其实听众朋友 可能到大陆旅游的也不在少数 就是说过去可能玩过了一些地方 这一次好像副总要特别来跟大家推荐的是江南加黄山 这个就比较特别了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般来说江南跟黄山这两个旅游的行程都是 就是我们台湾客人到大陆很常就是很popular的行程 那因为现在以前都是分开来走 对要走两次嘛 对走两次 然后走去黄山 那事实上自从这个黄山到这个杭州的高速公路开通之后 实际上只要三个小时而已 还有两百多公里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哇两百多公里三个小时就到了 对对 高速公路 高速 那就是说如果说如果贵宾们有时间的话 实际上多花两三天就可以把这两个行程串在一起 一次搞定 了解 所以以前像我们如果去玩江南的话 大概五天嘛 五天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说很悠闲逛一逛吃一吃玩一玩 或者是你要去上黄山 黄山就黄山就意外一样旅程了 对对对 因为毕竟会觉得那个路线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因为通了 所以就可以 那这样是几天可以去玩这么多地方 八天 八天啊 八天啊 好江南 对不对 江南就够多地方 是 对 要不然一个一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第一天从南京飞进去 那么第一天住宿在 是进南京 对对对对 南京的早班机进去 然后用完午餐之后在南京做半天的city tour 我们现在飞南京几小时啊 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OKOK 那么晚上住南京 隔天呢 我们就 所以南京也有city tour 对对对 走一个明啸林 南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对对 明啸林 这是世界文化遺产 是是是 那么隔天呢 第二天开始就我们都往那个南京到黄山的方向 OK 然后第二天晚上就住在 对住在山上 OK 那么凤凰旅游 住在黄山上 对 哇 哦 那个风景一定很美吧 而且是住在黄山上 那个不会有什么 唯一五星级标准的酒店 在 七海饭店 哦 我想请问啊 像这个有没有什么高山镇的问题啊 完全没有 因为它海拔一千多公尺 也就好比你到阳明山上 好 那就好 只是说它的这个风景很美 对 因为它气势够大嘛 是是是 对不对 那么这一次推荐给这个各位的这个行程的呃很适合很适合角力 你不喜欢走路的 我们这个行程的标题是轻松游江南黄山 对嘛 因为我一听啊 黄山很难爬的 很难爬 对对对 我们去年暑假几个妈妈就想说带小孩 觉得说哦 小孩现在这个已经变青少年了 是 就想说那可以去黄山 嗯 你知道吗 那他们说哦 黄山可是要你走的 要走那是 可是要 然后还说对 你儿子现在能走 你是不是不能走 那个妈妈怎么能走 我们这个行程呢 特别安排四次染车 一般来说的行程呢 是后三染车上去 然后最累的是从后三走到前三 对对对 我们这个行程是后三染车上去之后呢 在后三住一晚 然后在后三染车下来 OK 开车到前三 OK 然后前三染车上去 我们在那边就走大概两个小时的观观一下 然后在染车下来 就省掉从后三走到前三大概四个多小时最艰苦的这个角城 哦 懂了懂了懂了 因为以前如果你去到那里 是 你就是要走那一段 对对对对对对对 坦白说又有很多人他就是不不我说的不光是被包客那种 就是说他就觉得说我到黄山 我就是來爬山 是的 我就是要走過去 但是的確要走上好幾個小時 沒錯 要四個多個小時 所以你們特別為那些想去 但又不想走 可以規劃這樣子的一個性質 這個是最輕鬆的黃山旅遊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其實 是不是就是家裡面的那個阿公阿嬤可以來呢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你懂嗎 因為很多時候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家庭旅遊 那我們就會擔心嘛 要考慮老的 老的老小的小 對不對 比方說你那個阿公阿嬤 你那種六七十歲七十歲的 平常是很硬朗的啦 對對對 可是你總是怕說 所以這等於就是染車上去 染車下來 對 然後再到前山的染車上下 一樣 遊覽車拉過去 在前山再染車上去 染車下來 可是後山跟前山的精華 最漂亮的地方 我們都看到了 這兩個地方的 對精華我們都看到了 風土不一樣嗎 後山跟前山 後山是山形比較 這個熊尾比較奇特 OK OK 那麼前山是一些 像銀克松啊 一些黃山松 非常非常漂亮 喔 樹木 對對對 美的 OK 所以前山是看那個 壯觀的 壯觀的這個樹 山景 然後呢 這個後山是整個的那個 比較熊尾的這個山形 有點那個 欸我看人家那拍電影啊 是不是拍電影 比較是後山對不對 就是它是比較那種 你知道嗎 雲霧裡面那種感覺 像山水化 對對對 其實要看時間 看時間 看運氣 看時間 OK 那現在去不會熱嗎 黃山上 我們在行程表上面 都還有備註就是說 事實上 到黃山避暑去 反而你要穿外套 你在山上 山上 夏天的話 就算夏天的話 早晚大概在20度以下 以下 OKOK好 所以都要戴件薄外套 所以是最好就是說 其實反而就是夏天的時候 是最好的 可以去黃山避暑 對不對 因為確實在山上 就是住一個晚上 對 住一個晚上 欸我覺得這好欸 住一個晚上 而且你真的覺得 就是在那個山上 有一個感受 你不會說就是 呃 就是點到極致 沒錯 OK好 所以黃山 黃山這邊呢就是 前山後山走一回 山南山北走一回 四次纜車 而且更四次纜車 而且做四次纜車 讓各位更偷懶的是 我們從懶車站到這個 後山的飯店呢 我在你們又拉車 我們安排挑夫 幫各位拉行李 挑行李 挑夫 對安排 安排挑夫 其實去過黃山都會發現很多 山南很多挑夫 有時候會覺得 人家有些貴賓會跟我說 欸其實讓人家挑 感覺對方很可憐 可是實際上 那是給他們 沒錯沒錯 那是他們的工作 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的媽媽呢 跟他去黃山的時候 已經八十幾歲了 他媽是讓挑夫挑上去 對啊 我也 我有個親戚是這樣子 是不是 你懂嗎 所以他剛本來講說 黃山我就想說 很多人不行 那原來他們根本就是 懶車上去 那就可以 懶車上去 不然的話 他還真的就是說 那個媽媽 爸爸 奶奶奶 對 他真的就是人家要挑上去 沒辦法 好 所以挑夫幫你挑行李 了解 就是說你也不用自己很辛苦 就是說 行李不在遊覽車上的話 你也方便 你也OK 是 是 OK好 所以呢 聽起來就是真的是很舒適 然後呢 也感覺很頂級 很周到的 很輕鬆 但我想 價錢可能 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這個 來分享好了 是 因為這個恐怕跟你一邊 一般 想像的這個 不太一樣 經濟實惠 應該CP值很高 但是價錢應該也不低 對吧 相較一定是如此 對對對 對 晴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 是我養起 喔 就一起 在一起 Michael 蔣同情 Amy 李明依 打開娛樂 生活 流行畫家子 一同開麥了 呀 這是一同開麥了 現在是下午4點23分了 呀 那麼在這個明朝的地理學家 徐霞克 哈哈哈哈 在遊記裡面有寫說這個 登黃山天下無山 觀 直 矣 你就了解 你在這黃山上面 你就已經 對 天下無山耶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一趟 一定要去 那這一次呢 這個鳳凰旅遊呢 規劃的這個 我要跟大家鄭重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這個有一點失禮了 怎麼說呢 坐在我們旁邊這個是一個 呃 這叫什麼 金巴座 為什麼叫金巴座 哈哈哈哈 他明明姓林對不對 對 林光耀副總 他是金巴座 因為呢 他過去就是呢 在這個推的 因為呢 他們有一個叫做金職旅遊獎 對 是由這個中華民國旅遊品質保障協會舉辦的 對 整個國家的旅遊品質 對 那表示就是說你在整個的品質 在整個的包裝創意 設計 設計 然後呢 Quality 裡面大家呢 還要包大家滿意的喔 當然 那他呢 過去呢 規劃過八個行程呢 都得獎 所以我說他叫做金巴座 金鳳凰 金巴座 然後呢 這一次這個林副總呢 特別因為呢 他呢 呃 又在規劃這個 他說他準備要再去拿獎 第九座 對要去拿獎 因為呢這就是江南 勢在必得 勢在必得 有信心有信心 因為他說呢這個江南跟黃山 好不容易因為現在呢高速 所以呢 他又把它 他又把它規劃起來 那按照他多年的經驗 因為過去的規劃呢 都讓大家呢 就是感到非常的驚奇 驚喜 而且很享受 我們說到很享受 因為 我跟你講 Michael是專家 Michael是在 因為Michael在這個上海住很久 對 他在上海住很久 所以他 所以他 所以我看到那些飯店啊 還有那些餐廳啊 對對對 都真的是頂級的 都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們再等一下呢 再要把這個 後面的行程 再跟大家介紹的時候呢 是不是請這個林副總喔 就來跟大家特別介紹一下 好像你們這一次就是 不管是住的飯店 嗯 吃的 就是你的安排 因為你剛剛也講就是說 輕鬆玩嘛 對 而且如果有那種就是說 這個掏客 欸 對吧 我告訴你啊 背包客很少是掏客 沒錯 沒錯 我說沒錯吧 對這方面的要求 可能不太高 不是很高的 因為他要省錢嘛 然後他要爬山嘛 沒錯 他要背背包嘛 那像我們這一類的 We are 不爬山的呢 當然要吃好的 有啊 美食啊 很重要的 既然都讓我們不走路了 我幹嘛不好好吃 對不對 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吃好住好 是我們金鳳凰的 這個基本要求 是好 住好之外 還要有特色 有特色的 那現在我們剛剛談到 這個Amy剛剛也談到 就是說這個 黃山到杭州 我們高速公路貫通之後 事實上這個江南港黃山 串在一塊 事實上有旅遊是很方便的 是 那我們整個上書行呢 對 再加上一個烏鎮 烏鎮是這幾年 台灣 遊客很喜歡 很喜歡 一個很受歡迎的景點 古色古香的 我知道烏鎮有什麼 你知道嗎 很多人去那邊參加 他們的電影節 喔 對 所以我們圈內人很多 去參加電影節 然後呢 拍回來照片 哇美到瘋掉了 所以除了烏鎮的住宿之外 事實上 呃 杭州跟上海的住宿 是我們這個行程最大的特點 那事實上上大家都有住杭州 都有住上海 對啊 那我們行程有什麼特別呢 你們住到哪裡去啊 我們杭州 強調住在西湖邊 西湖邊的 喔 城中香格里拉 或者是杭州香格里拉酒店 直接就在西湖邊 在西湖邊 OK 很方便 是的 真的就是可以賞湖 然後在旁邊走 晚上也可以走一走 對 你可以自己散散步遊湖 一般遊客沒有辦法 團體遊客沒有辦法享用到的 就是說你早餐之前 可以先到西湖邊 走個一半圈 是 然後再懷著這個愉快的心去吃早餐 這很爽 住在西湖邊就有這樣的好處 這個距離 location location 是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上海 上海的住宿呢 我們就是圍繞著外灘 我們上海設定了三家酒店 OK 很抱歉沒有辦法只推一家 因為大陸的酒店 常常會有政府接待 或者是什麼會議啊 沒錯沒錯 高官要來開會 大家都守備 那沒辦法 所以我們三家一定會有一家 一定會保證一家 那是哪三家 第一家呢是和平飯店 應該是大家眾所皆知 就在外灘邊 就在外灘邊 我上次去上海 我們就一定要走過 一定要經過 就你一定要在上海外灘上面 走過去 因為那個夜景太漂亮 太美了 然後呢和平飯店就在那裡 是 然後第二家呢 是上海的那個金茂軍樂 金茂軍樂 就在上海的對面 他是在浦東 對 那他剛建成的時候 是全世界最高的酒店 沒錯沒錯 他的酒店是在53樓到87樓 就你的住房一定是50幾樓以上 50幾樓以上 就很爽 你的view也是無敵 那麼第三家是這個 上海外灘印第格酒店 這家是非常非常棒的酒店 印第格很漂亮 很漂亮 印第格是那個現在比較就是說 有一點Yuppies 有點HIP的那個 對 有點HIP的人 就是說有一點品味的 有錢人 喜歡有設計感的 會去住的 因為他呢 他的這個 對 很特色 然後頂樓的酒吧 頂樓酒吧漂亮 對漂亮 直接坐在戶外喝酒 看外面 有一個更漂亮的是 他的游泳池 是露天的玻璃 你在游泳的時候 看出去是外灘 就像一個魚缸一樣 好漂亮 真的 那是非常享受 OK所以一定是這個 這三家會有一家 對其中一家 一定會住宿道 難怪OK 好那吃也是吃得很好 對 那在中國我們有這個 尼莎稍微查一下 就是中國有四大名店 那四大名店 那四大名店 我還真不知道 請告訴我 在這個蘇州的這個 松赫樓 然後杭州的樓外樓 然後杭州的樓外樓 北京的全聚德 北京的全聚德 我們總共吃了這三家 另外另外在揚州 所以我們 這個其實沒有到揚州 我們就沒有吃 那北京的全聚德 在上海跟杭州 都有分店 所以我們在杭州 吃全聚德 我想說剛剛怎麼跳到北京去 原來是OK 就是說你一定要吃的 但是他剛好有在這邊 所以你們就 至少四大名店 吃了三家 你這一趟就吃到三家 包了三家 喔 太吸引人了耶 太好了 那請問這樣子包吃包住 會很貴嗎 對 這個可以上網 好啦請大家上網搜尋 上網搜尋一下 上網搜尋 而且他們應該就是 上次我們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Yvonne 資深的這個林隊導遊 告訴大家 請你們自己 上網 上這個鳳凰旅遊 然後呢 你就點這個金鳳凰 江南黃山 然後你們去看 也許你們可以有的時候 會減到優惠跟便宜 嗯 有時候 他們有一些那個 但是他們有一定的價格 那請大家上網搜尋 那 但是我有講喔 就是這個CP值是很高的 你看到這個行程就覺得很值得啊 因為八天 八天住七個晚上 對 很精彩很豐富 七個晚上然後是那麼好的飯店 然後黃山上 Come on 也可以在那邊住耶 黃山上面也是對不對 黃山上住在那邊 就就你就很特別啊 看著精彩玩的輕鬆 是 玩的輕鬆 OK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包吃住的 這個行程 然後好像這個 回到上海 上海有自己也有一整天的行程對不對 對對對上海 我們有最會 第七天是住上海 那第八天我們是上海的晚班機出來 所以在上海一整天還是有 安排就有時間了 上海有一夜一日啦 對對對 從這個蘇州到上海之後呢 有一個晚上睡覺 然後呢你又可以玩一天在上海 等於原本上 嗯嗯嗯 上蘇航的行程完全沒有減少 是 再加上黃山多一個烏鎮 喔 又多一個烏鎮 OK好 所以這個是呢 從南京進 然後不走回頭路嘛 不走回頭路 玩一整圈 這個 然後呢 從 南京到杭州 南京到黃山 黃山到杭州 黃山到杭州 杭州到烏鎮 烏鎮到蘇州 然後再到上海出來 哇 江南 好豐富喔 玩透透 好吸引人喔 稍後呢 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當然呢 也這個 歡迎大家呢 如果你們有問題也可以提問 有關於這個 這一次的金鳳凰 江南黃山的這個旅遊 OK 那等一下我們要再來跟這個 林副總來聊聊 因為他這麼多年的經驗 沒錯 要請教 應該也發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是的 青天雨天 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氧氣 在一起 一起 就一起 在一起 Michael 講同情 Amy 李明依 打開娛樂 生活 流行畫夾子 一同開麥啦 歡迎回到一同開麥啦 是的 在我們的節目現場呢 是 鳳凰旅遊的這個 大陸專家 而且呢 是金八獎 即將賣入金九獎 好期待喔 對 因為他規劃的這個金子旅遊呢 八個行程都有得獎 對 那這一次呢 江南加上黃山 因為交通便利了 對 所以大家可以一次 就不用分兩次 有江南有黃山 而且八天 然後我剛剛已經講到 就是說住的非常非常的豪華 然後很頂級這樣子 對 然後吃的也是 對 然後呢這個 剛剛Michael問到一個 藝術行程 沒錯 這個很重要 這西湖呢 以前是有一個叫 印象西湖 所以我剛才就問林總了 會不會有這個套節目呢 結果不是 有更新的節目了 對 這個印象西湖在 兩年前的那個 720的高峰會之後呢 已經改版升級了 那所以現在是什麼秀呢 現在叫 醉意是杭州 醉意是杭州 對 這個名字 醉意是杭州 我要去羅曼蒂克 OK 更浪漫的 那是在兩年前 給領導們去看的 對 各國領導們去看的 所以是一套新的秀 對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們這個行程也會去看 有包進去 而且是安排這個貴賓席 VIP VIP的 難怪 難怪說就是 對 頂級的CP值很高 對 那那個也有遊湖嗎 有 這個遊西湖是 我們除了這個 因為都已經住西湖旁邊了嗎 對 除了你自己去散步之外 我也要到湖中央去嘛 對 而且我們遊湖是一定要有的 那我們這個行程特別安排就是包船 包船 包船 我們自己一艘船 抵達之後 就開走 然後全程這樣游下來 都是自己一艘船 就我們這一團 自己一艘船 不會跟人家病嗎 不用病 因為有時候這個水平 客人的水平摻插不起 了解 所以有時候有不好的感覺 了解 了解 因為總是想說我們這一團 起碼大家就是 要熟悉嘛 對對對 不會說兩三團 然後這個叫過來那個叫過去 有點奇怪 有時候還要在等候 你如果是河船 還要在等候 有些人動作慢 有些人在這個景點買個東西 或是看多拍照 所以我們自己一艘船 所以自己包船 哇 有這樣子的方便性 這很好 而且我覺得 對啦 就是說這就感覺 你這團就很 就是你真的就 感覺乾乾淨淨淨的 優質的 很舒服 很優質的 這樣子 好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 林副總 就是你規劃了這麼多 你也旅遊那麼多次啊 你個人啊 就是在過去到現在啊 大陸裡面啊 你覺得你自己就是說 有被他這個 振折到的 哇 點 是哪一個點 好好奇喔 你不用一定要講你這一趟喔 因為八趟都是你規劃的 對對對 不是好奇 你知道我只好奇說 你去了那麼 你懂嗎 你去了那麼多地方 哪個地方最打動你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地方都沒去過 沒去過啊我也沒去過 就你印象最深還是說你印象最深色的 印象最深的還是在我年少輕狂的時候 那是第一次看到酒在溝 那是第一次看到酒在溝 我真的掉下眼淚 你幾歲那時候你幾歲 然後寫一首詩 哇寫詩欸 你幾歲你那時候幾歲 大概 29歲吧 29歲 對 哇 29歲 你現在看起來也還好啊 我現在50了 所以二十幾年前 對 二十幾年前 然後你第一次看到酒在溝 掉眼淚 寫詩喔 寫詩喔 哇 沒想到會看到這樣的景色 這太漂亮了 真的沒想到 我相信欸 尤其二十多年前 你懂我意思嗎 是啊 二十多年前就是說 你那開放然後你去看到 我知道那種 還沒有完全開 就說以前我們的課本 是 我們以前的課本 介紹的或幹嘛 都或是你看 你就沒有辦法想像 你真的眼睛去看到的那個景象 那一首是 五顏六色 什麼 我那時候剛好是秋天去的 無法想像的顏色喔 對 真的喔 秋天的時候什麼顏色都有 對 那個水的顏色 我也只是看過照片而已 那個水的顏色 太感動了 真的喔 可是只是說現在川陣 已經封閉了幾年 因為地震嘛 對 所以也不能去了 好可惜喔 希望它開放的時候 可以盡量維持圓猛 對 又在圓猛 再規劃一個 對 哇 很有意思耶 對 那在這麼多的 你的旅遊經驗裡面 有沒有就是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 不管是 這個 客人啊 遊客啊 一個團 對 或是哪一團 或是去到那邊有 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嗯 其實道明有說特別印象深刻 只是說 每次我有什麼特殊安排 是 然後在 客人 這個反饋的這個 意見調查表 這個 包揚到就是說 我獨創的這個 idea 這個 這個idea是好的 對 我就覺得特別的欣慰 是是是 每一次都覺得說哇 尤其因為你都是 創新嘛 對不對 我比較喜歡做不一樣的東西 對 這樣子很滿足 很有成就感 先做就是說市面上沒有的 是 然後一出來他就趕快先做這樣子 OK 好 欸那你最喜歡吃什麼 其實 大陸的東西有你喜歡吃的嗎 呃 大陸的東西目前為止 讓我最懷念的 是什麼 是那個 杭州樓外樓的那個油炸響鈴 其實他就是炸豆皮 他就是炸豆皮 炸豆皮 豆皮下去炸 然後蘸一點醬 那是鹹的 鹹的 豆皮下去炸蘸醬 對對對 叫做 油炸響鈴 為什麼叫響鈴 這個 就不知道 他們名稱就叫響鈴 應該有一個故事吧 就說 喔真的啊那好吃啊 好吃 就是炸豆皮 就是炸豆皮 杭州樓外樓 杭州樓外樓 我以為你做西湖醋魚之類的 醋魚我吃不來 太酸太辣我吃不來 哇好棒喔 所以提醒大家 這次的這個金鳳凰江南黃山輕鬆油八日 因為他們真的是說江南黃山輕鬆油 那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 就是也包括了 你可以看到那個 什麼什麼東西 杭州 醉意式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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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張藝謀那個 最新的啦 印象系列最 我覺得最好看的 你也覺得最好看的啊 那很值得去看 哦我光看那個 我要update一下了 對我光看那個印象立江 我就已經快瘋掉了 是不是 那個時候 你知道嗎 因為就覺得 而且那也是 那也是十年前 印象立江是雪山為背景 那個音樂下來 讓人家感覺很震撼 很震撼 對對對 所以你覺得哇 所以是這個也是 那一個是白天 一個是晚上感受是不一樣的 對對對沒錯沒錯 那這個是晚上嗎 它是一個浪漫秀 這個有很多的雷射 現代的雷射的科技 雷射光 現代的一些技術 對對對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哇 大家真的有沒有很心動呢 有 天啊 我覺得這個對 超心動的 那就希望大家呢 可以這個有機會 然後呢 把握這次的機會 然後呢 這個 規劃一下吧 對你們上網去搜尋 然後呢自己去 去做一個規劃 那八天 而且呢 剛剛已經幫大家問的很清楚了 就是說 就是說 只要就是呢 你家裡的人 他的身體沒有什麼大礙的話 因為如果有一些 怕有一些慢性疾病 就比較 比較可能 對 就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呢 就家裡面的長輩呢 身體也還好 還算蠻硬朗的 那這一次其實就可以讓他去了 因為 這一次不會讓他累到 不會累 樹段難吃 對 就是特別是黃山的部分 他可以看到黃山 然後不用爬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藉著這次機會 那一家的這個三代 或者是說小朋友太小 然後他們在 在 在台北就好 然後你就帶著爸爸媽媽出遊一下 或是兩家二人一起 為何不可 對不對 我覺得就藉由這次的機會 住好 住好 吃好 然後呢該看的景也完了 對不對 然後呢秀也看到了 這樣子 OK 請大家上網搜尋 好不好 再一次的謝謝 這是呢 鳳凰旅遊的這個 大陸專家 OK 謝謝 謝謝大家